有夫人到大卖场买完东西出来 一松手整辆推车就沿着斜坡滑落 撞上了在路边等车的行人 害得对方倒地不起 全身有多处挫伤 床后的夫人虽然不是故意的 不过还是会被依法起诉 夫人逛完美食卖场准备要回家 但只见她一手拉着推车 另一边还要hold住自备的菜篮车 一时不小心松手 推车竟然就沿着斜坡滑向人行道 直接撞上在路边等车的女子 对方被这重力加速度大力一撞 痛得坐在地上迟迟无法起身 本来就要自己小心啊 你去撞到人家 怎么讲都讲不过去吧 下坡的时候就是自己要注意啊 就像你走电梯也是要把这个车子拉住啊 直接回到事发的台北市内湖区美食卖场 一大早人潮就蛮多的 确实有不少民众会直接把推车 推到人行道上 方便将商品搬上车 但因为路面有坡度 一不小心推车就可能向前滑 有放东西的时候还是会注意一下 不会让他就是手没有抓 这名张姓妇人当下想要整理自己的菜篮车 一个闪神放手推车 撞伤灵性女子全身多处顿挫伤 瘀青 虽然两人民事和解 但她还是被依过失伤害罪起诉 如果卖场对于场地的管理或维护 是有不安全的情况的话 那么卖场也有可能要对于顾客来负 消费者保护法上的责任 卖场外头都有人员做指引 民众在人行道上推车也没有违法 但还是得多加留意 别让推车成了商人武器 开心逛卖场 最后却逛进法院 接下来我们的张士奎 台北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多么贴借场